儿子毕设拿了奖 奖金有两万 他用一万给自己买了双球鞋 五千给爸爸买西装 剩下五千给爷爷奶奶抱了旅游团 我以为他给我准备了更大的惊喜 满心期待着 他发现我在等候 众媒嘀咕 你只是个家庭主妇 又没有为我付出过什么 有什么资格分我的钱呀 丈夫听见后满眼嫌弃 家庭主妇那么清闲 这天大的富贵都给你了 你还得寸进尺 想花儿子的钱 简直贪得无厌 后来全家都交了保险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 他们说家庭主妇不累 不会生病 结果全家就我一个人因过劳得了重疾 他们一看手术费用太高 直接放弃治疗 最后 我孤零零的死在医院里 睁眼醒来 我重生了 儿子正在骂我是控制狂 一 成天就知道管我 控制我这呢 不许我吃吃喝喝 烦都烦死了 他妈的 你可不可以去死啊 儿子的唾沫心字 喷在我的脸上 令我一愣 举目似望 我被眼前熟悉的一幕震惊到了 我重生了 回到儿子初三这一年 因为就剩下最后一年了 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份中考备战计划 今天是计划开始的第五天 一回来 他就爆发了 进门就骂骂咧咧 指桑骂怀 我才开口问他一句 就被他甩了刚才那句话过来 他随手把我给他买的词典笔摔在地上 踩得稀碎 该死的英语 你他妈自己去学吧 别把你自己的理想摁在我头上 让我替你去完成 自死鬼 这已经是他这周第三次发飙了 我平静地问他 你不是说过 你非中高不读 他发出不屑的冷笑 老子自从上了初中 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区区重点 你以为我考不进去 沙发上的婆婆搭枪 是啊 崔念 你对乐乐太严格了 我们家乐乐那么聪明 根本不用学那么多东西 你的安排已经让他喘不上气了 你该反省自己 公公涂掉嘴里的瓜子皮 也跟着点头 我问他们 每天晚上自习一个小时 每周六补习三个小时 周日全休 这对于一个备考生来说 严吗 乐乐把书包砸地上 你他妈是个控制狂 你想受控制我的过程 当然不觉得严了 老子是人 需要呼吸 把老子的周末和晚上还给我 丈夫舞池推门进来 没心紧锁 又吵吵什么 在楼道就听到你们的声音 他转脸过来问我 崔念 你又老到乐乐了是吧 一家人全都认定是我的错 我想起前世这个时候 我拼命举例 乐乐不努力 就会退步的证据 最后换来一家子的白眼和愤恨 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很可笑 这一次 我不生气 也不着急了 问儿子 那你想怎么办 乐乐诧异地看过来 仿佛没料到 我会这么问 他愣了好一会儿 才出声 首先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几点睡就几点睡 你不许管我 我点头 可以 二 乐乐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不可置信地问了句 你少敷衍我 我是跟你说认真的 舞池脸下脸上的惊讶 插嘴说 崔念 我不是第一次说你了 孩子正在发育 需要的不仅是学习 还有休息 你成天让他埋头苦毒 他都抑郁了 你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婆婆加火力 我早就说过 崔念这套育儿精有问题 我们家乐乐那么乖的一孩子 被他教得脾气越来越古怪了 外面的人都问我 孩子是不是心里有问题了 让我带去看心理医生 公公发出沉闷的一声 一把将手里的瓜子皮 泼出来撒气 双眼冷冽地看着我 作为母亲 你就不能那么逼孩子 这要是在古代 把儿子逼成这样 是要被游街的 我乐乐 贪手 大家那么激动干什么 我说什么了 婆婆自压咧嘴地喷我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不同意乐乐多休息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我没搭理他 问儿子 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儿子看了眼他们 试探地又说 除了刚才那两个 我还要取消 每日45分钟的手机时间 我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想玩游戏就玩 想直播就直播 就算我播到凌晨三点 你都不许管 我再次点头 好 他的眼神更直了 立刻拿出纸笔 埋头刷刷刷地 写下十几条要求 我粗略扫了眼 上面的意思总结来说 就是让我放手他的一切 他递过来 签字吧 只有签字了 我才相信你 我扫了眼丈夫和公婆的反应 他们都用一种 早就把我看穿的眼神盯着我 就等着我说不 然后随时准备像刚才那样 出言批评我 这种日子 我过了近十年 儿子不是快读书的料 别人一分钟能理解的知识点 他需要半个小时 才能理解透彻 偏偏他从小就想当第一名 想让别人喊他天才 天赋不行 又想敬重高 享受别人羡慕的目光 就只能加倍的努力 前世 我知道他的情况之后 权衡利弊 在事业跟他之间选了他 辞掉教师工作 一心一意 在家相夫教子 把他从年级掉车尾的成绩 拉到年级前十 每天的日常 除了做家务照顾公婆 就是给他买资料 制定学习计划 辅导作业 巩固知识 劳益结合 快十年了 年年如此 这种日子虽然枯燥辛苦 可亲眼看到他进步 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忍下他一次次的无理取闹 顶着一堆无中生有的骂名 把他培养成 985大学设计系的高材生 还以出色的作品 拿下闭设奖金 结果呢 他上台致辞的时候 口口声声感谢了许多人 其中包括他自己 也包括他爸 他爷爷奶奶 以及老师同学 甚至连小区里的野猫都写了 就是没有提我一个字 奖金更是把我排除在外 大学毕业后 他凭借我帮他拿下的种种光荣 拿下名企offer 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 就找房子搬出去住 一年到头 连过年都不回来看我一眼 后来我急于成急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想见他 他慢吞吞 迟了半个月才去看我 见到我的第一眼 还在低头玩手机 甚至还能笑出声 我跟他说一句话 话还没说完 他就不耐烦的顶我 老子都独立自主了 玩个手机 你都还想管我 在那之后 他再去医院看我 就是我快不行的时候 他匆匆赶来 跟医生说放弃对我的治疗 此时 盯着眼前这张纸 我笑了笑 拿起笔利落的写下我的名字 从今天起 你自由了 乐乐 三 儿子原地起跳 鞋子乱飞 衣服乱甩 抱着一大瓶可乐 冲进房间里开电脑玩游戏 玩一会儿就冲外头喊 来 给我定肯德基 我要吃炸鸡 两只啊 婆婆一如既往的印象 哎 我关孙想吃什么奶奶 就给定什么 不像有些人 对待自己儿子 连口吃的都要念的 说话间 他拿出手机点外卖 眼神直直的往我这边瞟 好像在等着我制止 乐乐不爱运动 却爱吃油炸 一米八的个子 体重却也逼近180斤 十分笨重 各项指标都在边缘蹦打 我努力帮他减肥 给他做减制餐 也防不住他爸给钱 让他在学校买零食 所以回家后 我一般都不允许 他再吃任何零食 但因为这件事 我跟家里人就吵过不下五次 婆婆看我不出声 就故意跟公公说 老头子 你看 我订了两只炸鸡给乐乐 声音响亮 似乎担心我听不到 我拿着手机去外头接电话 没搭理 刚才给一个老同事发信息 问工作的事 他回电了 我们俩以前在同一个学校认知过 后来我辞职当家庭主妇 他辞职出去单干开机构 一年前我们碰面 他得知我一直都在家辅导孩子 没有离开过教育行业 十分激动 拉着我去他公司入伙 前世 我很动心 可以想到儿子需要我的一对衣辅导 就毫不犹豫拒绝了 这一次 我要重启我的人生 得知我愿意过去 他兴奋地邀请我吃饭 我立刻收拾东西 要出门 婆婆见了 紧张地问我 都快六点了 你出门干什么 不做饭了 有约 有约那也不能去啊 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 婆婆凶神恶煞 嘴巴张得跟个血盆大口一样 你们有手就自己做 没手就乐着 落下这句 我直接出门了 和同事吃饭逛街做美甲 身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以前我总想着帮儿子拿第一 照顾好家人 让丈夫能专心工作 脑子的闲 时时刻刻都在紧绷的状态 脸上没有了笑容 只有日复一日加深的皱纹 今晚 只是跟同事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就让我感觉回到了十年前 回到家时 已经快十点 客厅里的灯没关 五池黑着脸等我 四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平静的面对他 又不是路痴 当然知道 他脸色更黑了 指着地上的一片狼藉说 看到没有 这都是你那宝贝儿子扔的 这满地的瓜子皮 一路连着到他的卧室 还有各种薯片碎屑 脏纸巾 好好的家 被他弄得跟着垃圾场一样 还有 你看看 这都几点了 他晚饭前吃了两只炸鸡 晚饭的时候 又跟我们吃了一盒外卖 现在又让他奶下面条了 我看他再吃下去 明就两百斤了 没完呢 我刚才发了他的作业 今天里一个字都没写 这游戏 从六点就打到现在了 像话吗 他越说越激动 扭头拍着墙上的日历 跟我强调 还有十天就要断考了 断考完是要开家长会的 我都已经跟同事说了 我儿子成绩好 次次考前十 还等着去开家长会拍照片给他们看呢 就他现在这复习状态 怎么拿前十 我静静的听他叙道 笑了一下 原来你都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不懂 才会每次在我管教孩子的时候 指责我严厉 会逼疯孩子 他脸色一变 憋了半天 才挤出一句话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是孩子的妈 怎么做对孩子好 你是最清楚的 放任 绝对不是爱他 他挥挥手 对我下令 我知道你只是跟他做做样子 但时间宝贵 你别装了 赶紧去管管他 我挑眉 没有啊 我既然已经签字 就绝对不会反悔 你要想管 你去咯 反正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 他理直气壮 我得上班赚钱养你们 我甩出刚签的合同 很巧 我也上班了 底薪八千有提成 明天入职 他捡起来扫了一眼 浑身的火气顿时垮了 说话都不利索了 你 你来真的 我耸奸 他急忙走过来 把我到沙发上坐下 苦口婆心的劝我 你何必呢 家里有吃友喝供着你 你干嘛出去抛头露面 我每个月给你三千块 还不够用 我吃笑 你试试就知道够不够用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拿出手机 给我看一个女主播 你以为钓鱼机构的八千 那么容易赚啊 以婚妇女出去 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 都是骗你的 到头来 都是让你去做这种 抛头露面的擦边直播 你看这女的 多恶心多廉价 你也想成为这种女的 他话里满带着 对女性的恶意 让我恶心 我冷冷地回他一句 脑子里竟是屁尿了吧 你自己脏 看什么都脏 他冷笑 甜甜唇 又说 不是 你儿子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 中考要是栽了 以后就得去医普通高中 普通高中能考上好大学吗 那指定考不上了 那他以后还能有什么出血 我扭头冲儿子房间喊了一声 乐乐 你没有我的帮助 可以自己考上重点吗 恰好儿子出来上厕所 听到后发出不懈的笑 说好像以前每次考前时 都是你帮我的一样 那是因为我聪明 跟你无关 这些都是他也乃巴结他所说的话 他居然信了 智商果然堪忧 五 五持见词 脸色很难看 他一直都扮演慈父的形象 日常教育不见人 可每次儿子考好了 就去开家长会 好处全让他占了 憋了半天 他吐出一句 乐乐 你妈生气了呀 儿子脸色骤然阴沉 杀气腾腾地瞪过来 卧槽 你他妈要反悔 婆婆抢我的话 是啊 你妈要反悔了 你今晚吃够多的了 别吃了呀 什么他一会又唠叨的没玩 看看 全家人都知道我是对的 只是没有一个人 愿意被孩子嫌弃 乐乐逆反心上来 捧着那碗面 当着我的面大口地吃下去 塞帮子一鼓一鼓的 真有点像猪 五持和婆婆眼神盯着我 都等着我发飙 我却露出微笑 给儿子竖起大拇指 你爸说的对 十几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这一刻 我从五持和婆婆眼里 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慌乱 就这么过了十天 儿子断考成绩出炉了 年级两百名 断牙式下跌 全家都赌定 我装不下去了 会撕毁协议 六 成绩出来那天 我的电话都要被班主任 和各科老师打爆了 我直接转接到五持那边 让他解决 他控诉我 跟学校老师对接孩子的情况 是你的义务 我还要上班呢 你会不会做人妻子啊 我不嫌不淡的回应 觉得我不会的话 可以去离婚啊 我随时有空 他被噎住 你 你别动不动就扯到离婚 我可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 下一秒 他故意缓和语气说 催念啊 我知道你爱孩子 现在只是个孩子赌气 可是 闹也闹了十几天了 足够了 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以后不会再跟你顶嘴了 你都不知道 昨天成绩出来的时候 他有多颓废 直接就请了兵家回家 现在窝在房间里打游戏 吃炸鸡转移注意力 简直要废了 我乐了 还吃得近东西 打得了游戏 证明他状态很好吗 见我还是不急不躁的样子 他无奈了 老婆大人 算我求你了 回来吧 好吧 这样 我把生活费给你提五百 每个月给你三千五 你赶紧辞掉那工作 回来管家吧 这男主外女主内 本来就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你撒手不管了 这家不就他了吗 我轻轻叹气 不行呀 我刚签了合同 老板还让我带提升班了呢 这要是突然走了 要赔钱的 总共五十万的违约金呢 你有的话 就转过来 给我付一下呗 他炸了 什么违约金那么离谱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骗我 我贪手 你非要这样想 是多久呢 这就求救了 没意思 气 我回家时 一进门就看到 贴在墙壁上的成绩单 下降216名 几个大字被标注出来 这要是换了以前的我 肯定会急哭 先前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乐乐贪玩 考试前一周 没按照我给的计划复习 导致成绩下滑了20多名 我急得整夜睡不着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因此还被五十说过于紧张 在他们眼里 这次的成绩 足以让我暴跳如雷 在家里大开杀戒 此时他们所有人都坐在沙发上 偷瞄我的反应 只有乐乐一个人 自在的窝在沙发里打手游 时不时爆出一具粗口根 队友打配合 我淡定的换好鞋子 走进去 看我依旧无动于衷 他们所有人都在我面前表演起来 婆婆拼命的给乐乐吃高热量食品 公公端着盘子给孩子喂水果 我只用百度给孩子找作业上的答案 让他抄进去 还故意拔高声音让我听到 乐乐呀 没事 题目在南达案都有现成的 你直接抄就行 用不着动脑子 孩子开心了 我早就说过这样行得通了 我妈还老是说 要思考要思考 老古懂一个 他抄的可欢了 不一会儿就把答案抄完了 武池又说 儿子 下次考试 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考第一的 催念 你说是不是 我挑眉 你们的事情 你们决定 不用问我 乐乐一听 又喝了一声 妈 你是不是觉得这次我没考好 是因为没有你的帮忙啊 我呸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那是故意放松 区区断考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的考试 只要我认真 第一名还不是手到擒来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 厉害 他更牛气了 其他人却坐不住了 连头发丝都透着焦急 周末两天的时间 用力的在我面前溺爱孩子 企图让我抱走 武池还特地带着孩子去上班 跟我说 就算没了我 他也能把工作和孩子两样都顾好 结果 乐乐一到那里 就对房子发表各种自以为是的风水发言 硬生生把看房的顾客全都吓跑了 武池黄了两个大单 这个月的提成没戏了 可回来时 他还故作轻松 在我面前夸孩子有灵气 就算黄了他的单子 也是值得的 他认定了我会因为紧张他而去管输孩子 可我忙着在线上给机构的学生辅导作业 根本没空也没心思搭理他们 周一那天 他们终于乱了 乐乐打游戏 打到凌晨四点 现在起不来 不想去学校 公公和婆婆端着饭菜在床边 一口一口地喂他吃 哄了半天也没把他哄起床 还被他推了一把 武池怒了 这阵子积攒下来的怒火全都化成一巴掌 打在孩子脸上 孩子狂叫 我妈都没打过我 你凭什么打我 卧槽 乐乐把家里东西全都砸了 发现一痛后 又钻进被窝里躺下了 我出去时 三个大人都盯着我看 眼神都是怨气 仿佛我是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可他们忘了 孩子一直都是这个德行 甚至更严重 只不过之前有我管输 才一直没有祸害到家里 我要走时 武池匆匆走过来拉住我 你来真的 我笑了 你终于相信了 他冷笑 我不需要一个不会管家的女人 你就不怕我跟你离婚 婆婆插腰 离了婚 你就别想再见乐乐了 看到他们自以为是的嘴脸 我笑出声 随便你们 武池咬牙 我真的会离 儿子房门砰的打开 他眼睛里闪烁出金光 你们要离婚 太好了 我要跟爸爸 妈 你什么时候滚啊 我微笑 现在就可以 我刚出家门没几步 身后就传来儿子洋洋自得的声音 放心吧 我可是他儿子 他就算死也不会不要我的 一个臭娘们 爱演戏罢了 我才不惯他这臭毛病 而且他当家庭主妇清闲惯了 是不可能受得了上班的辛苦的 看着吧 不到一个月 就得乖乖回来求我们了 到时候 就是我们给他立规矩的时候了 哈哈 爸 离开家后 我在机构的宿舍住下了 邻居主动私信我 说我走后 乐乐彻底成了家里的皇帝 对他也乃是15喝6 两个老人也是溺爱孩子 有求必应 不是在做饭 就是在订外卖 生怕他们的孙子饿死 母池回家回得越来越晚 还喜欢把同事带回家 每次都在一群人面前 吹嘘乐乐以前的成绩 他说孩子是天才 不学也能考第一 转眼 期末考结束了 明天就是第二次家长会 我辅导的一名学生家长拜托我 代替他们出席孩子的家长会 他们都在外地 回不来 我正好想看看 这名学生的学习反馈 就答应了 刚到教室 就跟五池爷俩撞个正正 乐乐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又胖了一圈 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了 他见了我就皱眉 又没叫你来 你来干嘛 五池冷哼 这不是明摆着来抢你的胜利果实吗 乐乐往地上呸了一嘴 休想 这成绩是我靠自己的本事考来的 是我爸我乃我爷的功劳 跟你没关系 我单单笑了笑 你们误会了 我是来给唐一军开家长会的 他正好在我的班里补习功课 他爸妈又忙 就托我来了 儿子扑吃笑出声 唐一军 那小子这学期过半了才转过来 差声一个 给他开家长会 你也不怕丢人 一会儿啊 千万别说我是你儿子 五池也跟着笑 差声啊 有多差 儿子一脸蔑视 第一次月考 数学考了15分 语文35 英语更差 他妈的就拿了8分 其他的就别提了 加起来都没有20分 我们单的平均 分都被他拖后腿了 五池发出爱悠悠的声音 撇我 催念啊 你怎么沦落到 给这种孩子当老师了 是不是你水平太低 也就配教这种孩子 哼 也太好笑了吧 还底薪8000呢 你拿得安心吧你 乐乐双手插兜 轻飘飘地道 看样子 你很快就会被辞退了 可我爸已经请了一个保姆干家务活 我自己的学习也不需要 你管就能考好 你回不回来 其实没有意义 听到了吧 儿子比你明白 好好的家庭主妇不当 非要来这出 你现在就是想回来 也没那么容易了 我倾笑 还是等成绩出来再说吧 儿子丝毫没把我当长辈看 指了指我的鼻子 一脸嚣张 一会你等着死吧 很快 班主任宣布班会开始 多媒体投影仪 投射出一张成绩单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 第一名是黄毅 第二名是孙芳 第三名是唐一军 而乐乐的名字在倒数第一名 这一刻 几乎全场人都扭头望向武池两人 因为 刚才武池就不光在我一个人面前 炫耀儿子会拿下第一名 大家基于以前对乐乐的印象 都相信了 现在大家看到这成绩都在别笑 原来是拿下了倒数第一啊 我说他怎么那么有把握呢 低声息 倒数第一难道很光彩吗 他们父子俩就觉得光彩啊 没看见他们刚才那得意的劲 欠揍了很 刚才我还听到他们嘲讽唐一军呢 脸真是够大的 倒数第一名 嘲讽第三名是差生 脑子进水了吧 儿子是个拎不清的就罢了 老子也跟着胡闹 上梁不正下梁歪 父子两人脸都绿了 儿子低着头 双手握成拳头 突然掀翻桌子 指着唐一军大喊 他作弊 他一定作弊了 他之前月考倒数第一 现在怎么可能第三名 我卷子一定是错判了 我要求看试卷 班主任非常严肃的制止他 武乐 你的情况我不止跟你说过一次了 你以前成绩是好 可是自从上次断考后 你就懈怠自己 经常请假 来 这就是你自己的考卷 你自己看看 我们有没有冤枉你 还有 没有证据之下 不要空口见钞 唐一军刚来的时候成绩是差 那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 屏幕没做完 而且 这段时间 他一直去补习班上课 每一次进步都很明显 你不常来学校 你当然不知道 儿子哈哈大笑 顶着抱起的青筋大喊 放你娘的狗屁 他补习班的老师是我妈 我能不知道我妈的底子吗 就他一个家庭主妇 能教出什么花样 听到这话 累脸的唐一军 突然拍桌站起 武乐 你怎么可以侮辱自己的妈妈 乐乐正要反驳 班主任的声音直接插进来 你妈妈辅导你那么多年 次次让你考得名列前茅 现在他不管你了 你成绩立马就落了下来 而成绩落后的唐一军 在他的教导下 一跃飞到前三名 这还不足以说明 你妈妈的能力 班主任的眼神越来越犀利 其实成绩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 一个不懂得尊敬父母 尊重同学的人 就算真考了第一 那也是个败类 武乐爸爸 希望你能带孩子回去 好好教育 武池猛的回神 捂着脸点头 他脸已经红透了 据我所知 刚才他为了出风头 特地开了视频 跟同事们对话 没想到 儿子考了个倒数第一 让他丢脸丢大了 现在都没缓过神来 家长会结束后 他拦住我的去路 儿子考倒数第一 你就真的看得下去 你有功夫 帮别人的孩子提升成绩 却忍心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儿子堕落 我冷笑 听你这意思 是没了我不行呗 终于承认了是吧 他狠狠掖住 我哼出一道笑声 可我不乐意了 无论是做你的老婆 还是乐乐妈 我都不乐意了 他待着鼠秒 突然爆出笑声 装 装吧你就 当初可是你追的我 就 这件事也怪我 是我主动追他 给了他强大的自信 认为我离不开他 但我觉得 时间会打败一切 他那自以为是的自信心 迟早会破碎 家长会之后 我的能力彻底被机构认可 给我涨了薪资 越来越多的家长 想把孩子往我的班里送 我的日子 过得充实又自由 每一秒钟都散发着生机 我终于知道 已婚女人除了家庭以外 还可以拥有更多的东西 更广阔的天地 乐乐似乎也意识到我的价值 忽然出现在机构门口 她双手插兜 吊锒铛地拦住过往的家长和学生 手里拿着我和她的合照 你们看啊 这是我亲妈 她就一个家庭主妇 啥真本事都没有 你们看到的一切 都是公司给她的包装 都是假的 你们要是不想白交钱浪费时间 赶紧把孩子从她的班级里领出来吧 她现在不管家 不管孩子 不管老公 也不管公婆 自私自利 简直就是社会的败类 你们孩子跟着她 就只会被交成白眼狼 看到这一幕 前一秒还跟我笑说 孩子在挽回我的同事 立刻就住嘴了 她脸色很难看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我说她确实在挽回我 只不过她采取的方式 是打压我的退路 逼我走回头路 让我觉得 只有她和她爸是我的依靠 这就是乐乐本质里的东西 前世的我 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和精力 去改变她 到了高中之后 终于把她教导成一个 牵牵有礼的孩子 我以为我成功了 其实 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孩子是变了 变得有城府 会伪装了 那是我最大的失败 十来分钟后 楼下聚集了七八个学生 都是我班里的 他们面对乐乐 历声反驳她 你胡说八道 崔老师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我们自从上了他的课 每次都有进步 学习也轻松了好多 没错 崔老师还教我们 跟父母多多沟通 根本不是你嘴里 说的那么不堪 倒是你跟陌生人 诋毁自己的亲妈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乐乐眼盲一闪 操起拳头就抡过去 现场乱了 最终都去了警察局 我作为孩子的母亲 跟所有孩子家长 道歉认错 把孩子留回家 回去的路上 乐乐跟在我的后面走 一言不发 我停步 她也停 如此三次后 我回头 她立马开口说话 你可以回来 我忍君不禁 你说什么 她别扭又自大 我说你可以回家 之前的事情 我不追究你的错了 我允许你继续当我妈 也可以适当地管管我的 学习 像是担心我拒绝 她急忙又添了一句 你再不回去 爸爸就跟别的女人好了 我挑眉 笑了 那就回去看看 她露出一抹得逞的笑 走路的步伐加快了 回到家里 门敞开着 公公和婆婆都红着脸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到我后 慌乱地站起 主卧里传来羞耻的声音 我推开房门 就看到舞池和一个眼熟的女人 在床上喘息 他们不慌不忙地拉上被子 望我的积蓄着 我认出那个女人 是她之前很嫌弃的女主播 事后 两人走出来 女人盼着舞池的肩头 轻蔑地看着我 这就是你们家那位母老虎呀 果然名不虚传 眼神吓死人了 舞池勾起唇角 问我 想回来了 我但笑 我是来通知你 你婚内出轨 属于过错方 分财产的时候 吃亏 她得意出轨 请问你有证据吗 我没多说 转身走了 乐乐突然拉住我的手臂 你要去哪 我撇她 你都有新妈妈了 我就不多留了 女主播挽住儿子的手臂 是啊乐乐 以后我来疼你 乐乐眼神有挣扎 似乎要睁开女主播 可下一秒却反其道而行 拉住女主播的手 喊出响亮的一声 好的 妈妈 她的余光 一直在我身上 婆婆跑过来 冲我实眼色 你再不说话 老公儿子就都是别人的了 我审笑 我还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而已 是你和公公告诉乐乐 我是个恶母 是舞池在我管教孩子的时候 刻意跟我唱反调 以此突出 你们给我强加的恶母形象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 你们成功了 不用再跟着我演这一套了 乐乐瞪直了一眼 看向他们三人 若有所思 这就是我此行想要看到的表情 目的达到 我一秒也没有多呆 回去后 我从真孔摄像头里 把舞池出轨的证据截取出来 送到律师事务所 准备起诉离婚 这个摄像头在我重生回来 第二天就悄悄装上了 就是为了录到舞池出轨的证据 以此拿到尽可能多的财产 女主播在网上有一点知名度 视频一发出去 就引起了不小的热度 十 三个月后 我赢了离婚官司 由于孩子选择跟爸爸 所以我只能分到二分之一的财产 拿到离婚证的瞬间 我整个人都轻松了 跟朋友们喝酒庆 住 旅游团建 过得潇洒又自在 可才过了半个月 警察就打电话到我的新手机上了 他们说乐乐出事了 家人都在找我 没辙了 只能去警察局寻求帮助 婆婆在电话里哭着说 乐乐妈 你快回来吧 乐乐突然就生病了 现在神志不清 嘴里一直念叨你的名字 我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红酒 问她 别着急 慢慢说 怎么了 婆婆咬牙切齿 都是那个贱人的错 我都说了 乐乐太胖了 不适合吃太多东西 她非跟我反着来 每天晚上给乐乐点高热量的东西 我一拦着 她就说我是恶毒奶奶 乐乐还信了 连续吃了一周的碳酸饮料和油炸食品 乐乐今晚饭了成了盐住院了 医生还说 她的各项指标都超了 需要立刻减肥 否则就会危险 我择了声 这些话 好熟悉啊 她支支吾吾 是 我知道这些话 你以前说了很多次 我们哪懂那么多呀 都是粮食 以为吃不坏人的 可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才是对的 你回来吧 只要你回来 我立刻把那件人赶走 悄悄告诉你 其实五直没跟她领证 只是借她做戏 想让你回来呢 这种女人又不会做家务 又不会煮饭 就连学历都只有初中 怎么配做乐乐妈呀 更不配我儿子 还是你最好了 催念 我笑出声 别别别 黄脸婆的日子 我过够了 不回了 我撂下电话 为了远离这家子 我去了老板开的分店 当区域经理 离这里有一千多公里远 中考成绩出来那日 我收到许多家长的鲜花 感谢我帮他们的孩子 提升成绩 作为一名老师 我感受到无尽的自豪和快乐 付出与收获 终于成了正比 同一天 老板告诉我 五直跑去总公司那里闹了一通 要找我 他把监控发给我看 画面里 五直并发斑白 眼带厚重 眼底乌青 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十岁不止 他到处喊我的名字 喊着喊着就哭出来了 对着监控摄像头哭 催念 我还知道你看着我 你快回来吧 乐乐连普高都没考上去 没输毒了 他一放弃就吃东西 更胖了 现在爬楼梯都大喘气 在家里乱发脾气 喊打喊杀 还成天做梦 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 不切实际 总之 这家没有你不行了 当晚 我登录之前的微信 给他打视频电话 他激动的给我看乐乐的现状 孩子已经胖成猪了 窝在床上又吃薯片 又打游戏 胡茶满脸 听到我的声音 他眼神亮了几分 我妈要回来了 舞池期待的看着我 你听 孩子在等你 我点头 嗯 确实如你所说 乐乐废了 那你抓紧时间 再要一个孩子吧 省得将来财产 落到一个废物手里带光了 连你晚年都护不了 一个连普高都考不上的人 能指望他将来有什么出息 还是另做打算吧 那一刹 我看到乐乐的眼神发紧了 舞池张口就要骂我 被我截断视频了 三天后 一则新闻上了头条 钟考落榜生 害怕妓子争夺财产 手刃生负命根子 十一 舞池失血过多 又因为没有及时送医 最终死亡 公公和婆婆 白发人送黑发人 哭得几乎要断气 扭头就去揍乐乐 反被一人踹了一脚 当场晕倒 那女主播吓得连衣服都没穿 就跑下楼 精神失常了 乐乐抓着到一路追他 最终因为太胖跑不动 从楼梯上摔下去 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我到医院时 她已经转到普通病房里 门口有警察守着 好久之后 她睁开眼醒来 眼神变得格外不一样 见到我的时候 泪洒双颊 喊出了第一声 妈妈 妈我错了 我不该不给你买保险 更不该听别人的话 觉得你没用 你走后我也废了 公司不认可我的方案 爸爸找小三生小孩 爷爷奶奶也不疼我了 我欠了好多赌债 没办法就跳楼了 这一次 我会好好听话 只听你的话 妈 你救救我 我知道 他也重生了 我也知道 凭借前世的记忆 他如果能重考 肯定能考上崇高 我更知道 他没机会了 果不出所料 最终 他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而我 拿到国外的绿卡 走上了永不回头的路 晚安